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中间很多普通话讲得比较好的 所以不如还是我读一节 大家定里面自己跟着读一节 这样会好一点好不好 你们在现场或在家里都可以 我第二节的时候小声点 那我们英文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一到十二节 我用的是新一本圣经 标题就不读了 如果有河本的一些缺了翻译 我们可以我提醒的时候 大家再重复读一次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就离开加利利 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太境内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在那里 医好了他们 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 说 人根据某些理由休期 可以吗 他回答说 创恶物者从起初 造人的时候 就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这样 他们就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的人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他们就问 为什么摩西却丰富 人若给了修期 给了修书就给修期呢 他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 才准许你们修期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方修期另娶的 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争 就是放奸淫了 有古倦家 有人娶了那被修的妇人 也是放奸淫了 门徒对他们说 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 倒不如不结婚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 只有赐给谁 谁才能领受 我们一起把那个合本的另外一个方法读一下 因为有生来是焉人 也有被人焉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 自焉的 这话谁能领受 就可以领受 原文意思 合本是没错的 只好新一本翻译的文雅一点点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所以说基督我们时代是在任何的处境中 都需要你的话语 不管我们实在可以自由开放 可以吃吃喝喝 不用戴口罩 很多人一起happy的时候 还是说今天我们 每个人要多数时间只能在家 尽量减少社交活动 减少与亲友的欢庆 这样一个场合 甚至有时候我们亲人在医院 我们的亲人在这个临终 我们都不能去探访的时候 不方便的时候 我们更是需要你的话语 你的道 不管社会怎么变化 不管外面世界有什么混乱 但我们实在是有你的道 我们有把握 我们有方向 我们也有这个确据 我们就知道你眷顾保守 我们也有方向 就跟从你 也相信你 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就你今天你也思想你话语来 是我们听你道的 分享你道的 都因为你道而归正 因为道而提醒 因为道而被激励 也因为道的力量 谢谢你 请你保守下面聚会时间 使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从你有丰富领受 也在各样的服饰的 环境的弟兄姐妹 都有很好的摆上配搭 因为你自己的荣耀 感谢赞美主 保守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人总是喜欢喜事对吧 中国人俗话说大喜日子 是哪一天 就是结婚 不过你也没想过 为什么生孩子 升学 发的大财 不是一个大喜日子呢 原来大部分人都期盼和认同 结婚是人生最开心的事情 我们夫妻全职服事 十多年来 最开心的 除了从牧养弟兄姐妹 受洗的时候 也很开心 还有就是看到牧养的弟兄姐妹 在主里的婚礼 既然结婚是大喜日子 那么离婚 也不 即使不是大悲 但也不至于要去庆祝 对不对 不过这些年 真的有些人庆祝离婚的 有几个例子 2000年台中 一家餐厅推出离婚宴 公开招募离婚的夫妇参加 结果离婚才一个月 一对夫妻 就在亲友面前完成了创举 南方说 请亲友来参加离婚宴 是为了大家都知道 两个是成熟 有理性的态度下 好聚好散 女方怎么说 虽然心里有点难过 不过还是祝福对方 离婚宴的菜谱怎么样的 你们知道 很有象征寓意 第一道是什么 如梦初醒 第二道呢 一言难尽 莫聊一道 君子之交 荡如水 然后湖南一位 在小镇里的男子 他在小光棍节 办了一个离婚宴 2013年 告别了困扰多年的 失败婚姻 酒楼前面 拉出个横幅 是什么呢 苦尽 就刚来 2016年 在美国的加州 一对夫妻结婚24年之后 广妖亲朋参加离婚派对 然后 愿偶开心 合谨交杯 两名成年女儿 荒言称 爸爸妈妈 南方大张旗鼓 他说 是为了让双方亲友 像他们两个一样 坦然接受这个婚变 他说 其实半数的婚姻都是破裂收场 美国的离婚率差不多 随缘顺便才是自在人生 然后2018年 网络上流传一个视频 一个少妇 在KTV里 开party 大肆庆祝离婚 在自己台上 敬歌又敬舞 对联是什么 差不多 离婚快乐 苦尽 刚来 当然 别人更加光 就是旁边的儿子 那个表情 综合的时候 一方面这些人 办离婚的派对 或者是婚宴呢 是庆祝离婚 是要减轻 自己跟亲友的尴尬 或者惊诚 另一方面 也折射出 他们所要脱离的婚姻 是多么痛苦的一个枷锁 夹在身上 今天所读的经文 第三节 法利赛人就问耶稣 一个试探性的问题 人根据某些理由 修期 可以吗 可见 当时的人 婚姻的状况 也真实地观景 一步咋地 所以才很看 这离婚的程序 当时大家对摩西律法 在第七节也提到 就生命节二十四章 一到四节 特别一章 二十四章第一节 所说的离婚的条件 说 那就不合理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两个对立的看法 上买学派 就比较保守 只有对方放奸严 或者什么严重的 猥亵的行为 才可以 而西列学派就说 只要对方 有什么丈夫不喜欢的事情 比如饭做的不好吃 烧糊了 或者看到另外一个女子 更漂亮 更喜欢 就可以休妻 当然这些问题 有个及时的敏感性 很多问题 我们今天不好谈 当时 他们也不好谈的 那就问耶稣 为什么 因为西列王 就是因为休妻 再娶自己 还在世的兄弟的妻子 而被施洗约翰 所斥责 然后被扛倒带 对不对 现在耶稣来到 这个比利亚 有一段河东 看看地图 也就希腊 广辖地 不仅是加利 连比利亚是他的地方 而且比利亚 离那个约翰 被囚禁的 这个马查尔斯堡 更加近 在四海边上 至于遇上 已经被涨头了 对不对 那耶稣再回答任何问题 是不是有点风险呢 当然耶稣 有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呢 没有 不过他 直指问题 根本核心在哪里 要提问题的人 就想 原初上帝 对 原初上帝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 这理想的婚姻 应该是怎么样的 而不是纠结 头痛一痛 脚痛一脚的 这样一个修补工作 可见 最初神对婚姻的设计 是耶稣所最看重的 也是他所要修复的 我们不能离开神 原初的设计 来谈后来的修复方案 这里就看到 耶稣提到三个婚姻的重要教训 我们主点来看经文 第一点是四到六节所说的 夫妻二人不可 夫妻一体 人不可分开 四到六节 我们再把经文读一下 因为非常重要 一起读 他回答 从 奏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 就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些话你们没念过吗 这样 他们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分开 耶稣基督引用了 就起初上帝创造人的经文 从而接受了婚姻的起源 本质和基本规范 是基督徒 跟从耶稣的人 来婚姻观的最核心的教导 首先讲婚姻的起源是什么 神所设立 神造男 再造女 也就是亚当跟夏娃 两性被造 就有很多不同 但正好能够互补 上帝设立婚姻制度 让他们结为夫妻 一生一世在一起呢 可以彼此配搭相得一张 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 这完全是二个人的私密的关系 高于任何其他人际关系 即使是生生的父母 也得让位 因此离开父母 就是成为婚姻的先决条件 就夫妻两个都要身心 灵 信仰 生活方式 经济 社会关系等等 在婚姻就联合一体 然后婚姻的自然结果就是 女性的怀孕 生子 及爱情的结晶 新的生命得当生 社群得以不断地延续跟更新 文化和智慧得以稳固 人类得以传承 这一男一女一生 一世一夫一妻的婚姻中 夫妻通过密切的配合 彼此满足 发挥潜能 自己的生命也得以整全 然后就完成了 治理大地的使命 就是人类是非常重要一个 最起步的起点 也秩序地开端 第三个耶稣讲的婚姻的规范是什么 是神所配合的人 不能分开 这个短句不是圣经创世纪的 是耶稣就从创世纪经文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看希腊文叫hoste 我就不打印出来了 表示既然如此 所以推论 这是个推理性的助词 这个就跟婚姻的本质密切相关 前面本质下面就规范 因为夫妻作为一体 分开他们毫无疑问 这样展开一个人 想想 这极大的痛苦伤痛 而人要去分开神所配合的 不仅仅是仿常的 也违背了原初的计划 而且是对神的背叛是犯罪 所以婚姻人 没有走火通道 今天世界各国的婚姻 普遍出现很多问题 这个都是人类罪性的罚作 隔日错误的婚姻光 冲击着盛行着西方 因为有基督教背景 有一千年的 一千多年的影响之下 婚姻的稳固的制度 有的是背离了 神要人与配偶 和偶为一的一个职业 反而让很多其他的东西进入 比如国家权利 中族亲亲关系 儿女或者事业成为第三者 或是真的女性和男性的第三者 差诸破坏了一体关系 孩子人又把婚姻的 要求的整体性的关系 做割裂 有性无爱 和有性无婚姻 有婚姻呢 维持表面貌合神离 同传异梦 还有人把男性 甚至可能把女性 主要是女性 甚至把男性 这个过去的男权社会 把对方当工具 夫妻二人不是相亲相的 骨中骨肉中肉的对等关系 或者是男权至上 或者是女权至上 这都违背神的创造的 我们看发达国家一些数据 离婚率高起跟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这个已经是很突出的表现 我们就不再多提了 另一个突出表现 可能大家不一定很留意的 就当亲家庭 赚了很大比例 儒家文化会好一点 虽然离婚率高 但当亲家不一定多 看看欧美是怎么样的 2019年底的皮尔的统计 是怎么说 全球的当亲家庭 平均比重是7% 美国有23%是全球第一 这个世界老大 其中超过一半的黑人 小孩是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 这个图呢 是2015年的数据 是讲到2014年 是过去50年 美国的这个当亲绿的 黑色的那个主要是 那小黑色也是那个 这个同居 这样一个情形的一个家庭 澳洲差不多 2001年31%的阴寒 是未婚妈妈所生的 2016年统计的 也四分之一的孩子 生长在当亲家庭 当亲家庭孩子 会有很多的心理问题 2003年是科学研究发现了 瑞典的当亲家庭成长的孩童呢 在26岁前尝试自杀 成功或者未遂的 以至于要住院的 就未遂就住院了 成功就没得办法了 就比一的妈孩童 是多了三倍 是一般孩童三倍多 不是四倍 总之很大的可怕的数据 可见这个婚姻问题 带来家庭社会 心理很大的 这个毒流量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教会或者社会 当然可以采取各种 作识啊救助啊 可以甚至我们教会 可以呼吁 制定更好的法律啊 去保护他们 然后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想说的是 对天国的子民来说 我们首要的责任是什么 自己活出圣经的婚姻观 给身边的榜样 鼓励和引导 对于那些没有认识 耶稣基督的人来说 他们要维持理想的婚姻 或者维持家庭体育 婚姻的完整 他却没有正确的引导 就难以得到上帝的帮助 是很困难的 我们的生命中 因为有基督可以信靠 我们可以仰赖主的恩典 可以彼此用神的话来 认罪悔改道歉 饶恕 就能够活着上帝所 最初设计的婚姻 是理想的 我们夫妻去年 结婚二十周年 同工们都知道 我们在迪士尼酒店 住了一天一夜 享受疫情中 大家都期待的 叫staycation 虽然有点贵 不过觉得很值得庆祝 因为过去二十年 我们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让婚姻充满甜蜜 我们信主前所处的环境 有很多婚姻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 就也很期待 有不一样的婚姻生活 很感恩有师母 跟我们做婚前辅导 在教会中看到 很多美好的婚姻的见证 所以这二十年来 我们也尽力按照神的教导 去彼此相待 一同服侍 虽然我们不敢夸口 我们的婚姻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夫妻都是挺满意的 确实感受到 二人成为一体的美好 过去十多年 我们也有婚前辅导 跟婚姻辅导 十多对弟兄姐妹 有是婚前辅导 进入婚姻的 也看见感恩 在上帝中的作为 也见证了上帝的话语 对于婚姻的祝福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已婚的 现在的婚姻状况如何呢 若是不满意 我们夫妻很乐意 跟你们来吃个饭 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不管说教导 因为大家都在学习之中 很期待你们能够明白 神在婚姻里的美好设计 并靠着上帝恩典 来活出喜乐 美好的婚姻生活 如果你还未婚呢 那你可就好好的 去找你的牧者 去做婚姻辅导 如果他忙不过来 转接管 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帮助的 第二点 耶稣基督教导是 遭背叛采取离婚再婚 是第七到九节 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下 他们就问 为什么摩西却丰富 人若给了修书 这可以修期呢 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 才准许你们修期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凡修期另取的 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争 就是犯奸淫了 这个就不多了 法律赛人对耶稣的回答 是不满意的 因为他们有心 事上耶稣那是有备而来的 炸弹都没炸掉 就好像就死火了 所以他就问耶稣 为什么 摩西却说 之后就把两个人 放在一个PK的 对立场去较量了 可见很诡诈 确实的摩西在 《生命纪》二十四章 一道四节 谈到修期的事情 说是要给修书的 不过如果世经多殿的话 我们要首先明白 经文的重点 是不可取回来 你已经修掉再嫁 要被第二个丈夫 所修掉的前妻 免得玷污了神的 给我们的圣地 其次在那个时代 摩西这样要求给修书呢 是给妻子一个身份的证明 方便他再嫁 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就保护妻子 不让丈夫任意的仪器 但耶稣却说 神最初的意思 不是要修期 摩西这么做 只是为了硬性而设的 不是鼓励 只是许可 是两害相权 取其亲的一个做法 然后耶稣给修期 唯一可以接受的理由是什么 是发现妻子有不争 或者淫乱的行为 这个稍微试惊一下 这个淫乱这词呢 希腊文是 不争 不争 英文就是 分nication 也指尽一败偶像 包括乱伦 受交 同性恋 婚前性行为 浪交和奸淫等等 意思叫广 然后一般人 或者有的时候 翻译成这个奸淫罪 叫moy chair moy chair 是adarchy英文 是指已婚者 和非配偶间的性行为 是对配的不忠 或者通奸 偶尔也指尽一败偶像 对神不忠 意思比较狭窄点 不过如果看中文 和本跟新本 是不是没有特别的区分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对方奸淫会淫乱 而离婚的 例外能够成立 它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婚姻本身 这二人成为一体 但一方犯了奸淫 就已经把一体的关系 破坏了 所以受伐商选择离婚 只不成了个继承事实 结束个继承的事实而已 若是其他理由 是不可以离婚的 因为二人还没破坏一体关系吗 不可以分开 如果妻子自己因为淫乱 而破坏关系 破坏了合议 却被丈夫休息 或者丈夫因为 没有因为这个 自己淫乱 破坏了合议 却被妻子抛弃了 那么双方再娶 或者再嫁 都是放坚硬的了 就等于于婚姻以外的人 发生性关系 因为你俩本来还一体 所以原先的 婚姻就不应该被解除 这个时代 哪里都公平的 可以提出离婚 所以妻子 得着丈夫也淫乱了行为 也可以要求离婚的 除此之外的其他理由 都不是主动提出离婚的 合理的条件 当然更多前书 七章十三到十六节 也指出 保罗指出 另一种情况 基督是可以被动地离婚的 就是如果信主的一方 夫妻两个 有一个是不信主 那不信主的 因为亲眼缘故 只要离开这个 信主的这一方 那信主这一方呢 可以为了和睦缘故 勉强 被动地离婚 不要强留着他 家里搞得吵吵闹闹 打打痘痘的 这是被动离婚 不是主动离婚 所以和耶稣教导不矛盾的 而且保罗要补充说 如果对方还乐意留在婚姻里 就不能因为我自己信主了 我就要离婚 哪是对方可能 因为我就信主一方 生命影响他 他也慢慢变圣洁 甚至信主 所以不主动离婚是对的 可见婚姻是非常重要 需要顺重保守的 不要轻易地提出离婚 不过现今各国的婚姻法 对离婚条件相当自由的 除了回教国家可能 不信主的人会有各种理由 离婚 就像耶稣时代的西列学派那样 但是婚姻人都当尊重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只有遭受背叛的一方 才可以提出离婚 我们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 我们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缺点跟限制 婚姻总是难免各种挑战 如果一方不明白基督里的婚姻 是没有走火通道的这点 那遇到难受的时候就想跳床 轻易放弃 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一旦离婚了 一方面破坏了婚姻的蒙约 另一方面也写明自己不敢承担责任 对神的话没有信心 当然耶稣也不是说 对方只要淫乱行为 我就必须离婚 他说这只是个许可 若是可能遭受背叛的一方 承受恩慈与怜悯 饶恕对方 并迫切地祷告和耐心地 等候对方回转 最后能够迫近重渊 也实在是很美好的事情 只是这个过程 真的一定不容易的 会有不少煎熬 实在需要省很多恩典扶持 当事人当然也不应该 特别勉强自己 好像这样就更加属灵 乃是要看自己的情况 求神给个出路 如果实在受不了 可以离婚 神也是允许的 我们在牧场中发现 神的话真是个极大的保护 夫妻只要还对配偶忠贞 没有出轨 就有一个保障线 因为知道 因为知道没有了走过通道 两个人就能够冷静下来 去面对婚的问题 这些问题就有转机的可能 两个人愿意对照上帝的话来 查验自己什么不足 看清自己什么罪 我们对夫妻 进行婚姻辅导的时候 有个铁律是吗 绝对不能提离婚 两个字 奇妙的是 几对接受过我们婚姻辅导的 他们之后关系都改善 现在都还在一起 如果是因为种种别的原因 双方离异却还没有再婚的时候 我们也都尽量先考虑复合 因为这样是合乎神这里的 耶稣这里的教导了 也是对双方跟亲人最好的一个安排 尤其是已经有孩子的情况下 迫近能够重圆实在是美好 当然也 我要说明一下 一阵需要上帝的恩典扶持 勉强不来的 只有双方都在基督里 生命有改变 复合了 才能够得到神那里 在基督耶稣里 为我们所预备的婚姻的丰盛 我自己也知道 有没有弟兄 他妻子背叛他 然后后来又回来了 愿意复婚 教会为他们安排婚礼 没多久 那个女士又跟 人在网络上爱上了 然后就离婚了 再离婚 前些年 我自己 前一日子 自己读到一个 内地的基督徒诗人 鲁西西姐妹 她一个见证 和复婚的见证 倒是挺感动的 她二十多年前 因为她的丈夫背叛而离婚 但是人生依然痛苦 没有出路 进入佛门呢 也没有得到解脱 这时候一位姐妹 投稿到她所负责的杂志 她就从姐妹的作品中 看到一个清澈 看到光明 就非常好奇 所以联系这位姐妹 编辑联系 那个作者一般 搞件的事情 不会谈这些信仰问题 没想就知道 好像她姓基督的 就把基督的救赎恩典 介绍给她 她就信主 得救 后来她挣扎 要不要同意 丈夫一再提出了 复婚要求的时候 神叫她学会饶恕 要清除内心的苦毒 放下自以为义 而自己的伤痛 也被神所医治了 最后感恩的是 她的前夫 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也信了主 也使生命经历极大的改变 于是二人复婚 丈夫放下真正日上的生意 去装心读经 祷告追求主 服侍主 并和鲁西西一起 帮助那些 被黑暗跟作恶捆绑的家庭 主的恩典 真的非常奇妙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你明白 这婚姻是没有 走我通道的教训了吗 只要对方还没背叛你 你和他就还是一体的 你要竭力去改进你们的关系 而不是轻易地就放弃 神这样这么教导 我们就应该可以做到 在难处中 我们不是没有出路的 有的经文 我自己出信主的时候 一个韩国宣传是叫我背的 虽然不定完全贴切 但是总是一个应许 我就挺好的 我送给大家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人受得起的 神是信实的 他并不容许你们受试探 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 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 必定给你们开条出路 使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话就是在婚姻的痛苦中 你会紧紧地牢牢抓住的一个应许 当你明白 主耶稣的这个教导 是要对你有益的 你就已经开始走上了 挽救婚姻 恢复起初天国 理想婚姻的一个美好的路径 路径中使得恩典是够用的 第三点 耶稣的教导是 选不婚呢 需要先领受恩赐 十到十二节节 我们也可以再读一下 耶稣对他说 门徒对他说 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 倒不如不结婚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 只有赐个谁 谁才能领受 有些人是生来就不能结婚的 有些人不能结婚 是因为人使他们这样 也有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 自愿这样的 谁能领受就领受吧 这段上帝经文 如果找个关键词汇 你觉得是谁 什么词汇呢 那应该就是不结婚 会不能结婚 还有一个呢 是领受 我们看到 当耶稣 为离婚式的很高门槛的时候 法利塞人来挑战的目的 就达不到就离开了嘛 不过门徒就发出低估了 感慨 哎呀 这婚姻这么多难处 对啊 又不可以随意离婚 那不如不结算了 相信这个话 也会引起今天很多年轻人 包括弟兄姐妹的共鸣 我们这些头脑 不会发婚的朋友 看到周恩那些人的婚姻问题 又看到离婚 又不是几些问题的办法 那对婚姻就没什么冲击了 不敢谈婚论嫁 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过日子 可以更加自由自在 再说了 今天已经不是农业社会了 对吧 妇女很独立了 所以越来越多的女生们 就不想因为婚姻而影响自己的事业 也就选择了不婚 那耶稣怎么看待独生呢 独生是不是人在婚姻 大事上一个理想的选择呢 不婚是不是天国的理想婚姻中的 一个选项呢 当然最后天上是没有婚姻的 耶稣自己讲过了 在地上日子怎么办 我们发现耶稣非常罕见的 他对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给出一个因人而异的答案 他没有说不可以 也没有说可以 没有直接这样说的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上十世间是三十三岁 在那时候犹太人 十八九岁二十来是结婚的 三十来不结婚 是很奇怪的了 很少见的 另外被主耶稣基督所大大使用 把福音藏布了地中海淫 诸多大城市的伟大的宣教士保罗 在圣经的描述中 他也是个不婚的 所以不婚肯定可以是婚姻的 一个理想的婚姻的状态 不婚也是婚姻的一个状态 不过对门徒的感慨 耶稣的婚姻 总体来说是对主动选择不婚的人 是泼了一盆冷水 他虽然没有一棒子敲息 不可以不结婚 但他也为选择不婚 选择独生的人加一个限定 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 只有赐给谁 谁才能领受 也就是必须从上面 从父神的领受到独生的恩赐 会有独生的亲手带领 才好主动地选择不婚 然后他分析三个 不能能结婚的原因 第一个是客观上 天生有些人是无法结婚的 这样的人估计你见过吧 确实有这样些人士 有先天的特别的身体构造 或者性别的特征 或者DNA转色之类的 这种人值得特别的尊重 他们是神所爱的 不是神所厌恶 不是怪物 我不敢说我知道 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人 生在世上 但是我相信神许可 他们在我们生活圈子中出现的 是要检验我们 是不是以能够有基督的心 和眼来看待他们 以基督的爱和宽容 去接纳和尊重他们 他们虽然不能和男人结婚 也不能和女人结婚 但是却一样可以在 终生不婚的状态中 活出上帝所赐的 精彩的生命 当然我们不是要认同 他们当中某些人 对性别相关议题的观点 但是当他们表达出 我们觉得刺恶的一些看法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被提醒 去更多理解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表达 正如蔡自身弟兄 我引用她一句话就说的 每个人生出来 并有不同的犯罪倾向 不同的缺憾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都需要上帝恩典 双性人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 不是比我们低等的人 只是他们天生的处境 比一般人困难 因此更加需要 大家的关心和体谅 所以我做个比喻 活着立刻 他不容易正确地告诉我们 要如何跑步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中性人 也不太容易正确地告诉我们 要如何与人结婚生孩子的事情 仅此而已 但是他们所倾诉一些 在教会中受到的伤害 创伤 为啥不是对我们去牧养人的 是一个提醒 一个警戒 第二种不婚 耶稣所讲的 是因为别人缘故 不能结婚的 我相信耶稣 这时候心中想到 最主要是那些太监 东方的帝王身边 不少这样的人生 情悲惨地旷光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 太监的出现 绝大多数都 君主正确的罪恶 或者太监的家人的罪 所导致的 比如李莲英 六岁就被父亲送到宫里 患得钱财 挽救自己的经济的 出现了一个灾难 司马迁 他倒不是患光 他是真的因为 某种政治的原因 遭受了阉格酷刑 但他却是个 非常令人尊重的 一个时光 我们当然盼望 这个世代和未来的世代 这种人不要再出现 不过这个我不想再多提 不过倒是讲个 圣经的例子 即使是太监 在基督里的生命 也可以满有盼望的 从悲惨变为丰盛 那是谁啊 就是埃提阿波的太监 当菲利山的床父亲的时候 他就信了主 便立刻在河边受了喜 感谢赞美主 太监在神的国里 都有份 也就应验了 以赛尔先知的预言 讲点点自己的小秘密 我以前当心 自己不能生孩子的 刚信主的时候 这些经文 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安慰 跟激励 不要笑话 真的是真实的经历 感谢赞美主 现在孩子十七岁了 当时神的话真的是 所有人在基督里 都可以得到改变 有方向 有丰盛的生命的 第三种 耶稣讲了什么 为了神的国的缘故 自己选择不结婚的 以利米和保罗 是非常好的例子 像早期的教父 有个额利根 他自公适主 那我们不能去效法 不少忠心服侍主的 弟兄或者姐妹 因为坚持圣经的婚姻观 不随便找个 不信主的人结婚 而且因为自己 很投入服侍 没有很多心思 去关注婚姻的事情 以至年纪大了 也没有结婚 还有不少 因为自己叫 装心服侍主 主动选择不婚的 不结婚的 这些都是我所佩服的 肢体 他们为了神国的拓展 所以牺牲了 这种不少的东西 相信他们的人生 如果在神的带领之下 我们也罢不他们能够 在独生的日子 也因为基督的 完全的爱 而不觉得人生 有什么很大的缺憾 他们的需要 基本的需要 也求主 给他们以额外的 奇妙的方式来满足 以至于他们在 不婚的状态中 也体会到了 天国理想婚姻 所能带给人的 丰盛生命 耶稣讲完这三种 不婚或者 独生的情形之后 突然就停下来了 他是不是漏掉 第四种情况 就有些人觉得 婚姻太麻烦 就刻意选择不婚的呢 弟兄姐妹 你们会不会觉得 耶稣刻意地疏忽 是刻意地不讲的 还是疏忽呢 我相信不是疏忽 耶稣只分析 这三类不婚的原因呢 就使得耶稣基督教导 没有废去耶华神 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父神在创世纪 给人那个使命是吗 生养众多 治理大地 也就是说 人有责任 尽可能结婚生育 除非客观上做不到 或上帝带领你 不结婚不生育 结婚和不结婚 都可是和服天国的婚姻观 可以活出理想的人生 但是却是一定 按照神的心意 不可以出于自私的考虑 或者因为恐惧婚姻而倒下 也不是逃避 自己该进的人生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在考虑 婚姻问题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就是我的人生 不能我做主 那是要跟踪上帝的心意 另外这个也提醒我们 不结婚呢 如果不从神领受的恩赐 这个能力 实际上很不容易走这条道路 我们在内地服侍的时候 有个八年后的姐妹 我本来想加了另外一个字母的 现在改了一个大家猜不到的字母 A 她本来是不愿结婚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身边太多的失败婚姻 感谢主啊 后来她哥哥姓主了 还成为床道人 又娶了一个爱主的姐妹为妻子 这个嫂子呢 堂堂的名校毕业生 竟然不上班 跟那个穷床道过日子开开心心的 还起服饰 有滋有味的养孩子 婚姻生活非常美好 是这个A姐妹的受到触动 改变了自己的婚姻光 也开始憧憬基督里的婚姻 她姓主之后就成为我们的 所建立的那个青年团圈的组长 然后碰到另外一个组长 爱主的就爱上了 那个地上很多故事我不讲了 她就结了婚 生了孩子 还成为我们 离开那个青年团圈主要的童工 帮助到其他弟兄姐妹 年轻人的一些婚姻方面的事情 实在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各位实婚年龄的弟兄姐妹 你们不要因为恐惧婚姻 而选择不婚 而要积极地预备自己 成为合适的妻子或者丈夫 除非神明确告诉你 为了神国的缘故 不要结婚 否则就要为你婚姻 好好祷告 预备自己 更不要是横挑鼻子 竖挑眼的 神若是把合适的肢体 带到你身边的时候 不要太被动 不要忽视错过 神若没有这样的带领呢 就继续地清新地等候 喜乐地过着当生的日子 弟兄姐妹 你愿意这样立志吗 最后允许我作为作为总结 耶稣基督之旅 和门徒对达的段落 论及天国婚姻的理想 给我们几个重要教训 首先在败坏恶劣的世代 我们要明白婚姻的真理 必须回到上帝起初的创造 神设计的婚姻是 丈夫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没有走火通道 不能离婚 除非对方背叛不忠 破坏了一体的关系 而我们不能自己选择不婚 乃是按照我们自身的条件 和上帝的代理去安排 不论结不结婚 都靠主的恩典 活出满有喜乐的生活 因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 或在家里听到的 都因为认识耶稣基督 这些教导 使我们在现在婚姻状态中 感受到上帝满满的爱 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谢谢你 求你让你的话 在我们心里不断地去提醒 更是得力量 得指引 也可以我们生命中 因为你按时时地帮助 与马内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在艰难中 可以寻求依靠仰望祷告 在习得中 感恩也愿意做见证 愿意来继续地活出你的精彩 我愿意每一位 都是因为你的道 不管什么婚姻状态 都可以激励到神的祝福 可以与你相遇 在爱中与你相遇 因为你的本意就是如此 谢谢主 请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